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香港出生的 北京长大的 可是我的父母是英国跟美国人 我17岁去美国上大学了 去年5月份毕业我就回北京 我2月份回北京学中文 希望今天晚上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发挥我的创造力 还有我的扩文化的思路 谢谢你们 张老师 你好 选美好 在美国之面的大学 对 学的是传媒专业 4年 本科研完 14年可是我3年上完了 因为我要回家 就想家了 为什么急于回家 你爸妈现在就在北京呢 因为我在北京住的时候 谁说你是哪国的 我说我是美国人 后我就到美国以后 我就真的知道我不是美国人 为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我吃不了西餐 你吃不了西餐 就是我能吃一顿我就吃腻了 就不想吃了 就是每顿顿顿都得有炒菜米饭 我阿姨跟我说 要是不吃米饭吃不饱 所以在美国不行 计划找什么工作 我想找一个跟媒体有关系的 或者是我现在在一个 叫资讯公司 资讯还是资讯 资讯公司 对不起 你做什么 是 我又会说错的成调 是 没事 助理 你说的是对的呀 哦 我是 助理 对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做好东西 比如说我在管他们的网络 还有他们要安排什么东西都是我来做 或者好多翻译的 还有天天有好多公司过来 就是他们要知道中国的市场 就是有个人 我的爸爸是律师 然后他在说英文和中文 后我再翻译 这是你们家的公司吗 是我爸爸的公司 你爸爸的公司 是 你现在是在你爸爸的公司工作呢 对 所以我就觉得不太适合 我应该自己就是飞出去 你说的非常对 在自己爸爸的公司这么干 我们一般不把它叫找到了工作 比如问你现在干嘛呢 你说我在家帮忙呢 不是 不是帮忙 是特别特别困难 所以就是他给我的活儿 不是像你是我的孩子 这容易的东西 他是因为我是他的孩子 那就是给我最难的工作 拿钱吗 拿钱 不 他付我的学费 他付你现在学中文的这个学费 明白了 那今天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你说媒体 这太抽象了 学妹 对 因为我 我说不清就一个东西 我想 我特别爱设计 比如说我爱设计手势 可是我也爱做平面设计 我在毕业以后 从五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 我在纽约工作 和我做的全是平面设计 还有做了那种摄影的 就是我做摄影 我也做模特 就是能懂两边的事情 你会用那个Photoshop吗 对 会用Photoshop 我会Photoshop 我也会Final Cut Pro 我在纽约管住好多公司的 Social Media 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是微信和微博 对 那你在做什么 比如说要是他们要发一个一块消息 然后它只是几个字 它不能把这个字发出去 它就把这个字发给我 然后我去做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 东西不是对的字 我去把那个东西连到一起做成一个能发出去的 就比如说微博的配图那种的应该是 Graphic 对 你的专长是在配图方面 设计方面 还是说你在社交媒体的这个营销方面 你自己觉得哪方面是你主要的记忍 你可跟我解释一下第二个方面的 就你是管理它的那个整个那个账户发什么样的内容 还是说 吸引人 比如说怎么推广这公司 还是说它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再做一个图 两个都做 你看啊 前面 你刚才上来之后说 你想做和媒体打交道的工作 是吧 那么做这些图片处理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你像他们 像黄友川他们 迪斯传媒 像王潇他们 幕后左道 他们都是专门的PR公司 其中有一部分重要的PR的内容 就是媒体的沟通和交流 那你想要做的工作究竟是第二类呢 还是第一类去设计 第二类 第二类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 就是我能带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有两个文化 就是我比较西方 也比较像 有点像中国人 有点像外国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比较适合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各位 他说到的媒体 其实是偏PR的 偏公关这个方向的 我觉得选媒挺好 没有上来之后 把模特当成第一个工作 这比前面想找演员的要靠谱多了 所以如果各位能够给工作签证 各位要想自己的情况 如果要能够给工作签证 他现在是可以签工作的 来吧 十位 去货流 选择 我离开了 你们都有那工作吗 就跟这待着 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陈昊走了 还有很多不实事求是的人留了下来 天生我有财 其实校团就是跟媒体打交道的这个部门 这样的工作 每个企业都有 是的 留下来可以挖掘他更多的职场的一些经验 来你来个问题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来的四位选手里 三位都想做模特 都想做演员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为什么所有年轻的老外在中国想做的 都是这样的职业 要是你问我我是做什么的 我完全不会说出来我是做模特的 只是这是一个就是能帮助我 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工作 我不是这个人 就我不是一个模特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做这种白开水的工作 就是对我来说是不代表这个国外的人 还有这个国外的文化 你是不认同这样的方式的 你觉得还是应该有更深的专业基础的是吧 那当然你做模特还是做这种东西 那你的脸不行了 可是你就不能做那个工作了 雪梅是这样的 从小就在一个国际化的家庭生活 又在一个飞速成长的城市里生活 于是她开始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信息 大学呢 又到了美国去念大学 现在你说有负担吗 没什么负担 我说到的是自己养自己的负担 家里面应该还不错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 她想做的是什么呢 她想做的是自己喜欢干的事 就这么简单 没压力 酒位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康雪梅的手里 好 谢谢 宁峰离开了 我招离开 我瞧离开 该走走 小紧波离开 我要听劰 我是那个犹豫半天最后灭灯的 因为我可以给他个工作 我觉得他也能做好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岗位 关键是跟他的这个梦想 没法贴在一起 我觉得他要不就待不长 要不就是比较勉强 我也是同一个原因 谢谢 谢谢庄 谢谢那个靳波 谢谢尹峰 我们是为了支持 他在自己梦想的路上 好的 直线前进 谢谢 我先说一下 我们这个职位 可能像他们说的时候 不能给你什么美好 我只是把它摆出来 你觉得适合就可以选 这个职位是助理 做谁 做我的助理 做的工作 其实也是两类的工作 第一类的工作 我们是做宣传为主 去在社交网络上 去宣传我们的业务 和向我们的客户 去宣传业务 第二关呢 那个业务呢 是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 但我们要随时还要面对 很多的老外的客户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英文好一点的人 好的 来 这是今生网络 我们今天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其实我认为真的是很适合你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 我们的全球化战略 我认为中国的软件公司 是有机会成为世界级软件公司的 就在今天 所以呢 我们是在全球 都要在推广我们的软件 对吧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学习的榜样 肯定是Google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最需要一个 能够在国际化方面 懂得市场宣传 并且在这方面 有执着的热情的人 好的 知道这个 这份工作了 来自金山网络 他们确实规模很大 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好 谢谢 接下来一个 来 我给你的职位是媒介专员 然后是 可以解释一下 做什么 做什么 就是和媒体打交道 但是这个媒体呢 是我们有好多媒介专员 你呢是 主要集中在 电视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每年还有 三千万人民币的预算 内容植入的宣传 是把我们的brand 放在他们的continent里面 来 这是迪斯传媒 PR公司 我们有两方面的 这种客户需求 一方面是 中国的很多 著名的企业 要走向海外 它需要做些 海外的宣传这部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很多这个 国际化的公司 比如说像英特尔 在我们现在刚刚 跟英特尔 开始一个合作 它需要在中国的 三四几城市里面 做这样的品牌宣传 可能会涉及到 new media 就是social media 新媒体这方面 也会涉及到这种电视的传播 也会涉及到这种 平面媒体的传播 职位叫 职位是 account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职务 就是AM来我的职务 专员 或者叫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 明白了 银科律所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国际部的 是这个市场 市场专员 他们的国际部 有很多国际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里面 既包括直接的法律项目 既包括法律 也包括商务 也包括 也包括由律所 来牵头的 国际商务活动 所以叫 国际部的市场专员 来看一下这五家企业 走上前去 关掉三盏 再见 怀哲 还有一盏灯 现在留下来的金山网络 迪斯传媒 再见 向荣 两下留下来 盘前不上两下 在我收拾这个薪酬之前 我还是要啰嗦两句 第一就是 你出现在恰当的时间 就我们现在对英语人才 其实正好是一个 特别急需的口 这个薪酬 就是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有诚意的薪酬 它是一万元 一万 你还翻译这个 我自己碎嘴叨叨地念一遍 你看我的麻将 是这边是一万吗 还是这边是一万 这边是一万 对 所以我今天晚上把它带上了 好的 它这边是八万 不敢 国际事业部的客户经理 那么适用期的工资是五千 转正以后是六千 从事的工作里面 会有刚才谈到的 为一个国际公司 在中国做整合营销传播 而且可以发挥你专业的优势 然后呢会有人带你 而且他英文也很好 是英国留学回来的 现在其实都是国际公司了 我们在美国也注册公司了 我们去旧金山还 见他们副市场 你别跟他抢 对于人才肯定要抢 雪梅 以你今天的态度 和你的 腾腾腾腾 跳动的心 我相信都能做好 所以认真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金山网络 还是迪斯传媒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还回我爸的公司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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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